大婚当晚,新郎与宾客喝了挺多酒,他亮亮呛呛走进新房说,娘子,请原谅我回来晚了。 新娘却立声道,你当日气我,今日又怎么说来晚呢? 路无关,话一出口,新娘就意识到自己失言了,然而新郎并未再在意,他说,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,希望我们今后生活幸福。 新娘是宋代才女唐婉,深情的新郎则是唐婉的第二任丈夫,赵世成。 赵世成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五世尊,从小饱读诗书,经常以文会有,像陆游这样的才华横溢的青年,自然是他的座赏兵。 赵世成第一次见到唐婉,是在清兴安,当时,赵世成去清兴安游玩,忽然听到有女子呼救。 原来,一名女子正跪在佛弦上相识,突然从佛像后,算出一个高大男子猛扑向他,女子不敌,只得大声呼救。 赵世成打跑了待遇,恍惚送女子回家,才放心离开,这女子就是唐婉。 情不知所以,一望而深。 赵世成见过很多美丽的女子,可唯独唐婉,仅一面之缘,便令他念念不忘。 然而,当赵世成得知唐婉与陆游是夫妻时,便将这份情愫深藏在了心里。 唐婉与陆游青梅竹马,情投意合,两人婚后你浓我浓,百般甜蜜。 光耀蒙眉,可陆游只想与唐婉耳并似谋,无心可举,成情一年,唐婉未有生命。 陆母认为唐婉既未支持丈夫博取功名,又没有为陆家延续后代,一怒之下,逼陆游修掉唐婉。 陆游不敢违抗母命,他悄悄地将唐婉安置在一处别院,偷偷幽会。 赵世成知道后,觉得陆游没有顾及唐婉的名声,劝说陆游想办法接唐婉回家。 不久,陆母发现了两人在外面居住的事情,明人将一职修书和唐婉送回了娘家。 陆游本可以将心思用在科举上,这样既能满足母亲的心愿,也能保全唐婉,或者反抗到底,待唐婉脱离本家,另立门户。 但是,陆游却并未尽力为自己和唐婉争取,他选择了放弃爱人,得知唐婉会修,赵世成内心喜忧残败。 他既庆幸自己终于有机会追求唐婉,又为唐婉遭遇不公感到难过。 不久,陆游另娶了王室千金,婚后一年,王室给陆游生了一个儿子。 而被送回家的唐婉,常常满脸瓢碎,身形也日渐消瘦。 赵世成经常探望唐婉,好言宽慰,可唐婉却叹息道,像我这样一个被修的女子,哪有什么判断。 赵世成听到色谎,坚定地说出了早就想说的话,我娶你。 而他对唐婉的尊重和呵护,也终于打动了唐婉。 赵世成要迎娶唐婉的消息,震惊了赵世家族。 在宋代封建背景下,男子娶被修的女子是很不光彩的事。 不光赵世成出身显霍,又贵为永家郡王,是许多大家闺秀的择序首选。 可在赵世成心里,什么高官厚禄名声地位都不及唐婉重要,他顶住重重压力。 不顾宗室家族的强烈反对,用隆重的仪式迎娶了唐婉。 结婚当天,赵世成立下誓言,此生只守护唐婉一人。 婚后,赵世成带唐婉如铜珍宝,既给了唐婉优渥的物质生活,又对他体贴入微呵护被制。 赵世成有时见唐婉独自在庭院内发呆,面露悲涩,直他心中始终放不下路由。 但赵世成从未责备,他不时买回新的玩意转移他的注意力,将笑话逗他开心。 赵世成除了公务之外的所有时间,都用来陪伴唐婉。 与他携手游山玩水,为他研磨,一起写实作画。 十年如一日,唐婉脸上终于多了笑容,受伤的心也渐渐平复。 两人也度过了一段静好岁月,赵世成以为美好的时光可以长久,却没想到上天以此意外的安排,打乱了一切。 那是一个寻常的春日,夫妻二人携手到沈缘春游,两人正说笑间,不然看到不远处站着一个人,正是路由。 他正呆呆地望着唐婉,一言不发。 见此情景,赵世成对唐婉说,我还有公务,先走一步,等会再来接你。 其实,赵世成并非有公务,他明白唐婉心中仍有路由的位置。 谢灵还虚喜灵人,他希望两人这次会面,能解开唐婉的心结。 唐婉与路由寒暄几句后,也匆匆离开。 路由在唐婉离开沈缘之后,心情起伏,他想起当年与唐婉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 物是人非,此情只带成追忆,他的心中五味杂陈,便挥笔在墙上写出了一首词。 拆头缝,这首词很快传得满成风雨。 唐婉看到这首词之后,又日柔情千般委屈涌上心头,他内心愈合的伤口再次被割改,变得郁郁广欢。 赵世成耐心开导,可唐婉却先在过去的感情中无法自拔,没过多久,就病倒了。 赵世成心急如焚,他便访明依,一不解带地守在床边,照顾唐婉,无奈心病难医,唐婉越来越虚弱。 不久,唐婉就相消欲远了,赵世成伤心欲绝,自己倾尽所有,顾唐婉安稳周全,却不料十年深情,终不敌陆游一手拆头缝,他强忍心中悲痛。 吼丧了唐婉,三十多岁的赵世成风华正傲,去先再许是很合理的事情。 不少大家闺秀的父母请媒婆上门说心,但都被他婉言拒绝。 重回单身的赵世成一心扑在公屋上,但只要忙完回家,便会堵屋死人。 他常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反复看他和唐婉昔日的书画,他变得少言寡语,脸上也没了笑容。 后来,赵世成到福州任总政司,两年后便去世了,人间自是有情吃。 据三山寺记载,赵世成在唐婉在世时,从未拿窃,唐婉去世亦不复许,真正做到了一生一世一双人。 而陆友却以爱的名义伤害了唐婉两次,既然难以娶女以嫁,本该一别两欢各生欢喜,却因为陆友的一首词酿成悲剧。 陆友情难自意,在墙头上提写了拆头缝,却从未想到这首词公开后,对唐婉的名声和生活的影响。 如果他能够替唐婉考虑,偶遇唐婉之后自己马上离开,就不会扰乱唐婉安宁的生活。 唐婉也是令人可悲可叹,可悲的是他只是陆友爱情的一部分,却把陆友作为自己的全部。 可叹的是真心爱他的人就在身边,但他沉浸往事,不能自拔。 尽管后来陆友在沈缘写了好多诗和诗,看起来款款深情,但相爱时不懂得珍惜。 离别后又何必念念不忘,某断死连,爱不是说出来的,说得再多却无行动。 不过是净花水约一场风,真正的爱是不离不弃,最深的情势相依相守。 陆友只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前任,他和王氏在婚后生约了六子儿女。 赵世成才是值得唐婉终生托付的良人,可惜赵世成十年深情付诸东流。 希望如唐婉一般的女子能看透视情,活得通透,希望如赵世成一般的男子遇到对的人,相守到白头。